泰国军方发动政变之后 23号扣押前总理银拉 晚间的最新消息是CNN报导 泰国军方高层人士透露 银拉已经获释 而一位亲近银拉的人士也证实了这项消息 泰国前总理银拉是不是真的获释了 那目前情况又是如何 雷尔报特派记者林义军人就在泰国 透过电话连线请他为我们掌握 义军你好 你好 义军刚从画面看到泰国间有些冲突 那也传出军方已经释放银拉 您的观察如何 金方是否释放了银拉 这个今天晚上一直在泰国这边有谣传 那包括外面有在报导 可是我们仔细观察了泰国的媒体 没有任何一个媒体在当地时间 10点以前有报导这个讯息 那之前曾经传出银拉应该是在23号 跟她的姐姐姐夫一起接受这个询问 拘留之后当天就释放 但是这个消息也是还没有办法确认 主播 是的 银拉是不是已经获释呢 目前呢在当地呢 都还没有报导这项消息 那有任何最近情况 我们会持续带你掌握 就感谢你们工作室